大家好,我是石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涛哥看电影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被解救的江哥 这个影片非常有趣 曾经在中国大陆播放 播放了一天,给下了架了,不敢放 隔了一段时间,又拿出来播放 他这一上一下一下一下呢 在整个互联网当中呢 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里面道理很简单 黑奴抗争奴隶制度 里面有着黑奴的叛徒 有着奴隶主的残暴 有着抗争者的忍耐 以及最后的爆发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当中 我曾经跟大家描述过 上一级的官员 就是下一级的官员的奴隶主 而下一级的人就是上一级的奴隶 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 肩价结构在你视图当中 所形成的一个真实的概念 我相信党的宣传体系 也认同石涛的这种描述 所以当这个影片一拿出来的时候 他们可能有点后悔 据说里面说 因为里面有裸露镜头 那所谓的裸露镜头 是江戈被抓的时候 被赤身裸体吊起来的时候 那样短暂的镜头 那我相信那样的镜头 已经根本无法在体制中 中共官员们男男女女 各自分享欲望时 那简单的场面 因为连今天中纪委书记 王岐山都说通奸是罪 当把这一罪拿出来的时候 发现所有被抓的官员 男官员 都是与多名女子发生 不正常关系 而被揭露出来的女人 都是她说 类似着公共情人的身份 正是这些人 却把这个影片被斥为 某些裸露镜头 我自己形容当中曾经提到 那其实今天中共在开会的时候 穿衣服是件多余的事情 那这个影片 在涛歌坎电影当中 我又是如何跟大家分享的呢 那你就请看涛歌坎电影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如果稍微明眼的朋友 都会发觉这两天没什么新闻 人家说了北的河没开会 新华社说的 没开会 这两天又是死静死静 2013年三中全会和2014年的四中全会 什么特点 开会的时候 死静死静的 连中央电视台都没有消息 大家三中全会还记得吧 就是出了一张照片 习近平坐在一个小椅子上 然后边上放了一个公共谈云 你不信你就找 怎么回事连新华社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为什么中央电视台不知道新华社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的老板没准被人给放在案板上嘎嘎争舵呢 那叫能上能下 那叫能上能下 传递消息的叫学习粉丝团和学习小组 传递消息的不是中央电视台 不是新华社 不是人民日报 所以现在都改成另路 另类在办这事了 那在我看来 其实他就反映出今天 现实环境当中 就是那句话 开工没有回头见 有朋友也提到说 说涛哥那个 有叫宋国母的又出来唱歌了 那叫这个 姓赵的 有一个人姓赵的 说小品的 说也出来怎么怎么着了 问我为什么 今天打了主人了 就不管那狗了 现在那狗都不忠诚 哪个狗对他好 哪个人对他好 他又奔谁去 就说这意思了 所以你看到有那些表演的 你别想的是 好像就如何如何了 那些是 这话有点不太好听 类似是人家手中的玩物 这些玩物呢 愿意的不愿意的 给扔了 扔了就扔了 因为今天打的是狗的主人 纽约时报今天有篇报道 文章听不这么说 财色权力 少林CEO面前的魔杖 那道士下山 我跟大家分享过 在涛哥侃电影当中分享过 我的眼睛里就是 那是一个没有情色的情色电影 前一个道士下来 因为什么下来 因为女色下来 娶了那个女人做老婆 然后他的弟弟贪财贪色 把他杀了 范维衍的角色 被他弟弟杀了 要了他的钱 要了他的女人 而他的女人 跟他的弟弟在此之前就偷情 财色 那另外一个人 里面的影片当中的反面角色 作为师父的 杀了自己的大徒弟 责怪自己的徒弟 偷学了自己的义 而真正杀掉自己大徒弟的原因 用黑手 用暗器杀 用趁徒弟不在意的时候 杀掉了徒弟 杀掉他徒弟的原因 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 能够成为这一门派的掌门人 权利 那这篇文章 他也提到说 香火冒出的青烟 从古老的松树间飘过 身穿藏红僧袍的和尚 在打着拳 让人们看得搞不清楚是真是假 信徒们在祈祷 然后这就提到了 在河南丛林里面 武学和禅宗佛学的发源地 少林寺 但是现在人们所探讨的 再去少林寺 现在旅游的人探讨的 就是他们家的主持 挣钱搞女人 拥有权利 那这篇文章说 第一 少林寺成为了商业大国 第二 他蒙骗老百姓 第三 玩弄女性 第四 有两个女人生有孩子 然后就提到说 适用性有多辆豪车 有自己名下的产业 那将部分产业转移到 现在居住在澳大利亚的 一个情人手里面 然后我紧接着讲说 那适用性的做法 跟传统的佛教的概念 是格格不入的 那原因就是说 他的贪婪 他的贪婪 与低俗的物语 碾过了道德 本身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 我觉得人家大报 大媒体就是大媒体 他可以直接了当的 敲掉了这些 在党的体制之下的 所谓的宗教人士 所谓的传递 神佛的旨意 拯救人的灵魂的 本身的这些人 他提到说 成群结队的人 在少林寺买票 看武僧耍杂耍 玩杂地 武僧练武的 当年的唐太宗 当时的唐太宗的情况 这个唐太宗在夺天下的过程中 出现过十三棍僧 保唐王的故事 少林寺是那么出名的 对吧 那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今天的少林寺的武僧们 被洋人 被美国记者 纽约记者 称为叫耍杂耍 玩杂地 大家知道这种本质的变化 那当年的武僧是真正的功夫 今天是耍杂耍 那这里也提到说 少林寺花了四十多万 建了一个厕所 当时措索建完之后 遭到人们的攻击 施永信 喜欢苹果产品 和相有金线的加剎 截止到现在 施永信 对所有的指控 都是保持沉默的 那内容 我觉得没什么可讲的了 我这里只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施永信这件事情 我前面介绍蛮多的 施永信这件事情 在揭示出整体的中国社会环境 在江泽民以共产党的名义 统治期间 换句话说 八九六四之后 屠杀学生之后 共产党整体 凡是在这个时间里 他能够发达 能够出名 能够有一番事业 这些人 在相当程度上 他表现出来的是 绝对化的 高级动物的做法 不是人 因为你讲的是少林寺 你讲的是这些功夫 你讲的是这些大师 你讲的是这些有本事的人 你讲的是这些 相信在另外空间里 有着特别灵性 和特别功夫的 那我就跟你说 那不是人 那是动物 才会出这种事 作为对比 纽约时报登了另外一篇文章 而这篇文章 在Facebook上 在这个Google Plus上 都有人转载 最悲伤的作文 那其实这篇文章的 最早的题目叫 饭做好了 妈妈死了 这是一个老师 把孩子的作文贴上去 只有三百多次 这就是原文当时的那张照片 他讲自己的父亲 四年前就死了 他只有十二岁 他身后可能有个弟弟妹妹 那而妈妈在 多少 哪天前 得病了 去看病 病没看好 钱也没了 妈妈只能回家 十二岁 十二岁的女孩 给妈妈做饭 饭做好了 妈妈死了 三百个字的文章 里面没有任何形容词 里面只在描绘 在他们家 在他十二年的生命中 家里发生了什么 他反映出今天中国社会 相当一部分人的 真实的 每天的生活状况 至于后面说 什么这儿给 这个什么 有人去帮助来 有什么 我觉得这些呢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种 他的 无论是从真实的角度来讲 从正常人的 反映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都是正常 要记住一点 那是太多的人 真实的生活 每天的生活 普通的人 在文章中 他没有任何怨恨 在文章中 他没有任何推卸和抱怨 他就在描绘 他家里发生的事情 饭熟了 妈妈死了 有一个人在推特上写说 他看了一遍 第二遍 他再也看不下去了 说心里话 我就看了一点点 我就看不下去了 那今天的党国的一切 CEO为了财 为了色 为了权力 在今天反腐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 在过去的时间里 在这个女孩 从出生到12岁 她的12年的生命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 那不是人了 动物的生活 完全跟人的正常的生活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 大家想想 她是她的老师 把她的内容拿出来了 你知道有多少比她大一岁 比她小一岁 比她长两岁 各自的家庭 比她更惨的故事 你知道有多少 当你抱着女人去耍的时候 当你用自己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 去诱惑别的男人的时候 他们在喂了一口饭 这是中国社会的价值观 这是中国社会的现实的反应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